10月24月晚沈中博发常文宣布推出五岁留声机乐团 我发现我享受一个人在音乐里的孤独感 而我内心喜欢的孤独感是以五岁不匹配的 就单从音乐来讲我还是最享受第一期的我 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都劝我留在五岁留声机 我也很明白我离开五岁留声机之后 也许需要重新开始重新起步 不过随后他说 当我们面对音乐这个浪漫的事物的时候 可不可以感兴一点 我享受自己与音乐对话的时刻 所以我觉得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 希望大家能尊重我的这个决定